如果要把我的爱人鼓 做一把乐器的话 我觉得它是竖琴 因为在交弦乐坛里面 竖琴只有一个 它在我的心里 是那个不可替代的乐器 远昊的声音 非常的人润扎实 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金银鼓在这个乐队里面的 一个作用就是 相当于第二个指挥 就是大家的这个 叫什么定海神针的意思吧 它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做鼓嘛 啪一啪一啪一啪的 我老婆对我肯定是钢琴 因为这是我最爱的乐器 它是我的最爱 所以应该就是吉他吧 感觉饭可以一天不吃 吉他一天都不行 可能就是很行吧 因为管同体的音色 是比较宽广 孙老师是钢琴 我是小鸡琴 就是我感觉在学的乐器 我觉得我老公 很像发松 比较稳重的一个感觉 我们都是自行师 我的琴是比较坑昌 有张力的 我们的琴是比较优美的 我们两一琴演奏 是很和谐动听的 那种二重奏 把我的爱人比作一种乐器 他的张力 他的声音也挺好听 就很像我老公 那种不可替代的乐器 合奏一曲 就知道你们是不是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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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遗憾吗 爱人啊 你笑出泪花 当心胸 被委屈撑打 这一路 将岁月消化 学会潇洒吗 世界很大 世界很大 千年万化 你是唯一的定数吧 而我这傻瓜 有一些话 想要表达 如果山水有尽头 就算时光们都有 牵着你的手 到一夜白头 我一世最富有 如果有天心先走 约定在某个路口 这草帽宇宙 只要你点头 总会相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季变幻 太多复杂 只剩我俩 隐隐悲伤 笑看运气 发如雪花 等只会升华 如果山水有尽头 就算时光难过 牵着你的手 到一夜白头 我已是最富有 如果有天谁先走 约定在某个路口 这草帽宇宙 只要你点头总会 如果山水有尽头 就算时光难倒流 你没有放手 谁舍得放手 直到万物腐朽 如果有天谁先走 约定在某个路口 你嘴角眼眸 我总会认出 总会相拥 爱人啊 有我在 你别怕 未经许可或许可否 你是否定